大家晚安 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 在昨天晚上 新生成了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目前的位置在台湾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这个是细向局 针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路径预报图 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它有持续增强成为 轻度台风的趋势 最快在今天晚上的明天上半天这段时间 就会增强成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 烟花台风了 那么它的路径是持续朝西北 再转往这个西游 往台湾北方的海面前进 依照这样子的路径上面来看的话 礼拜四就会有机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那么礼拜三外围环流也会逐渐的影响了 所以下个礼拜三到下个礼拜五 都会是这个台湾比较接近 这个台风比较接近台湾 有机会影响台湾的时间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 另外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目前这个台风 不管是它的路径变化 或者是移动的速度 还有再持续修正的机会 不排除它的路径 有机会往北偏一点点 或者是往南移动一些 而且现在它的路径也有机会 再稍微的往慢一些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以及台风它现在的变数变化还非常的大 大家未来这段时间一定要持续更新最新的低压动态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相当勤冷稳定 只有中午过后局部的午后降雨而夜 那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的位置 就在台湾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就在这个位置 虽然说结构还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未来这段时间 这个阳面会持续提供给它温暖的水气 带给它这个成长的能量 所以不排除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轻度台风 甚至是中度台风的机会 所以不管它有没有机会直接的影响台湾 对台湾来说一定会有带来一些风雨的 所以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建议您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了 明后两天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 都是比较稳定晴朗的好天气 但是接下来在下个礼拜二之后就要留意了 随着这个台风逐渐的接近台湾 它的外围水气就有机会 为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降雨了 但是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少 接下来就是要我们持续的关注 未来这几天都是它的发展关键期 提醒大家一定要持续的留意了 那么在降雨的形态部分 预计未来这两天都是以中午过后 山区局部午后降雨而易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 下礼拜二之后 这个即将生成的烟花台风 就有机会持续带来一些外围水气 所以在迎风陌的北海岸 东北角跟东半部地区 受到这些外围水气 落落续续一进来的影响 就有机会持续下起一些间歇性的阵雨 随着它逐渐的接近 降雨的情况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整体来说在下个星期的天气状况 真的会比较不稳定 大家安排活动 尽量以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好了 另外沿海的风浪也会比较大一些 提醒大家 从事海上作业要多加留意安全 明后两天主要就是山区局部的午后降雨 下礼拜二之后就要留意了烟花台风 它的外围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北海岸东北角东半部地区 就容易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 好那么再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接下来这一周整体来说还是热 未来这几天北台湾的高温 还是会来到34度35度左右 中部南部地区的高温 也都会来到32度到34度左右 全台各地都是热红红的气温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向心中暑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主要都还是以中午过后 局部午后阵雨为主的这种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中午之后外出 要记得吸带雨去 听到雷声也要赶快地进入室内了 最后得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这个烟花台风即将要生成了 月季在下个礼拜三开始 它的外温水气就有机会逐渐影响台湾 特别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沿海的风浪也会明显地增大 那么另外它的路径跟移动的速度 还有变数 提醒大家外这段时间要密切地 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了 那么另外也要提前的趁着 好天气的时候赶紧做好一些防台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听众数据